大家好,我是方姐 炎热的夏天又来了 黄瓜可是夏天的看家菜 皮绿枝多,脆嫩鲜美 含水量约为97% 是夏季生津解渴的佳品 它的吃法也很多 可以凉拌,可以轻炒 还可以做馅儿 那么今天咱们用黄瓜 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不炒不凉拌 加上一碗面粉 营养又好吃 天天吃都不会腻 首先把黄瓜洗干净 把头尾去掉 切成细丝 再往里边加入适量食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腌出里边的水分 10分钟以后 黄瓜里腌出了好多的水 把里面的水分 攥干 再准备250克面粉 倒入盆中 加入凉块食盐增加筋性 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用60毫升的开水烫面 边倒边搅拌 剩下一半的干面粉 倒入70毫升的黄瓜汁 边倒边搅 看到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干面粉了 再倒入15毫升的植物油 再简单的搅两下 下手把它揉成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 如果感觉开始不容易揉光滑 可以盖上一个锅盖 醒上10分钟 然后再来揉面 手上少抹一点油 这样只需要三下五下的 就可以把面揉光滑了 盖上盖子 密封起来 醒面40分钟 切一点小葱 放入碗中 再准备一个小碗 倒入15克面粉 1克盐 适量的胡椒粉 把切好的小葱放进来 再浇上大约2勺升的热油 激发出小葱的香味 再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成像这种稀一点的糊状 醒好的面团 变得非常的有延展性 揉面垫上 撒上一点干面粉 把面团取出来 放在揉面垫上 简单的给它揉两下 整理成圆形 千万不要揉的时间太长了 防止起筋 用手 先给它按压几下 再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一个厚度 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大圆面片 中间如果太粘的话 可以撒上一点干面粉来缓解 从拌净的地方 切一刀 调好的油酥再给它搅一搅 搅拌均匀以后放上来 用勺子给它涂抹均匀 咱们的主角来了 去掉大部分水分的黄瓜丝 把它抖散 在面皮上 铺上一层黄瓜丝 尽量的撒均匀 从切口的一边 向着另一边的方向卷起来 咱们抹油酥的时候 切口这个地方 尽量不要抹上油酥 卷到最后 把口捏合 这样容易把口封紧 油酥也不容易露出来 把上面这个口也给它捏合 封好 再把它立起来 用手向下边按压边旋转 要得稍微薄一些 盖上一个盆子 让它醒上10分钟左右 让面筋松弛一下 这样更容易擀开 再次用擀面杖擀薄 厚度大约在半公分左右 千万不要擀的太薄了 也可以根据自家的电饼秤的大小 来决定 擀的时候可以用擀面杖 轻轻的给它按压几下 尽量不要擀破了 如果把外皮擀破了 在烙制的时候就不容易起包了 吃起来也就没有那么松软 擀好以后 电饼秤提前预热 刷上一层油 把油涂抹均匀 再把做好的生胚放进来 上面也给它刷上一层油 锁住内部的水分 这样烙出来的饼 才会柔软 不发硬 盖上锅盖 烙至三分钟左右 时间到以后 打开锅盖 给它翻一下面 现在底面已经变成金黄色 再烙大约两分钟 烙至凉面金黄 用铲子轻轻地拍一拍 中间也鼓起了大泡 大约五六分钟的时间 看起来表面酥脆 都呈现这种金黄色 像这样就可以给它出锅了 咱们在烙饼的时候 千万不要烙的时间太长了 那样会蒸发大量的水分 烙出来的饼也会变得又干又硬 好了 现在咱们的黄瓜千层大饼就做好了 用刀从中间切开 再一分为四 这样吃起来也会更加方便 用这个方法烙出来的饼 柔软多层 外酥离软 而且还带有一股黄瓜的清香 用来当早餐 再搭配上一碗豆浆 或者是一碗小米粥 营养又好吃 就是不吃菜 不喝汤 也能吃上两张饼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赞转发 加个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